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新聞大爆掛 記得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以及線上投票 希望大家踴躍參與 當然這也是這幾天的話題 而且是重中之重 包括鄭文燦在昨天我們看到了 他是再度交保抗告 那麼高院已經分案了 今天的傍晚應該會有抗告的裁定結果 那麼會不會無限來回跟裁呢 你覺得最後一句話啦 簡單粗暴鄭文燦會不會被羈押 一會 二不會 第三 你有任何的觀察看法 都非常歡迎你留言告訴我們 為你介紹今天的節目來賓 歡迎是前立法委員蔡正元委員好 主帥好 大家好 以及前立法委員郭正亮亮哥 大家好 平安 我們今天來的前立委 前立法委員陳婉惠 婉惠好 大家好 午安 大家好 我們就直接來看到這個是 鄭文燦涉灘案 那他在昨天的時候是重保 那麼檢方二度抗告 所以相關的券證最速箭的方式 已經送到高院了 那麼大家在目前可能也在等待 那麼也在關注 就是說傍晚可能會有這個裁定結果 那事實上呢 昨天關於鄭文燦這個案子 在昨天上午重開積壓庭 那麼最後的結果是呢 法院提高了交保金到一千兩百萬 那麼換句話說呢 他在六號當時的五百萬交保金扣掉之後 還要再補七百萬元 所以短短二十分鐘 鄭文燦的律師就已經籌到七百萬元了 那麼根據了解到 當時點鈔還要花了三十分鐘 他籌錢籌七百萬 只要二十分鐘 好那其實我們主要關注的就是 為什麼不積壓 為什麼而是重寶 主要有三大理由 一涉及洗錢滅政 市民不足 二洗錢最賢 鄭文燦否認犯刑 好第三 其餘三名共犯都已經被抓起來 已經在壓了 好那麼根據了解呢 其實這個 我就怨檢這個戶 兩個這個對立也太強烈了吧 因為據說昨天呢 在這個最後裁定可以重金交保之後 檢方當時是Kipip 而且是當庭抗告 不過呢 運方直接抨擊 檢方根本是在摸索證據 我們聽聽法官怎麼講的 陳審法官說 這個案子七年來歷經了好幾個檢察官 都認為證據力還不到搜索起訴的程度 這一次除了收押者的口供之外 並沒有其他的新證據 等於是摸索證據 用口供拼湊證據 好那另外在收押必要性的部分呢 檢方提出的這個申請理由 簡單來說 就是鄭文燦會勾串證人 影響相關公務人員證人等情勢 那麼法官就質疑了 檢方提出的證據不能夠顯示 此案有哪些公務員具體涉入 經手最後呢 駁回了積壓的申請 那麼當然其中特別有提到 就是鄭文燦已經卸任市長 一直之後迄今超過了一年半 是否還是在桃園市府有影響力 這個仍有疑義 當然這個對這個部分也被罵爆 關於鄭文燦的影響力的部分 我們等一會都會來討論 不過我先請教蔡委員 蔡委員你這兩天你直接說 你覺得鄭文燦最後不會被壓 看這個樣子怎麼壓 法官就已經還罵了檢方了 對搞到這樣子 而且你到高院的時候 他高院你即使不開心的話 也是再回來桃園地院再審 對 所以高院自己不判 就來來回回這樣嗎 我印象中最近好像有幾個案子 來回來回來回來五次以上 你看 就那個卡車撞著龍斧那個案子 對好像回來回來五次以上 那這裡面我們如果要依法論法 這裡面法官的新政空間非常大 對 第一個比較難有新政空間 就是他被指控的罪行是重罪 這沒有問題 重罪 那這個一般來講 三人以上就被當作重罪處理 這個是七年以上 第二個有逃亡之餘 鄭文燦有沒有能力逃亡 當然是有啊 當然是有啊 只是他逃亡到宇納國島的距離也蠻近的 宇納國島 再來其他的當然就是比較有問題 第一個有淹滅證據 還真的沒有啊 從頭到尾證據都是在 什麼監聽 什麼派人跟 拍照片 這個 你很難證明他有淹滅證據 偽造證據根本沒有了嘛 更不可能就偽造證據 難道說他最後把錢還回去 那個 那個所謂借據是偽造嗎 那也不算是偽造的 這個 所以我是 勾竄證人 這一點當然就有 有在認知上的差異 法官認為說 他已經離職一年半了 他現在都換成張山證人馬了 他怎麼還有可能 可以去跟證人講說 阿亮阿亮你到儲庭作證的話 幫我說幾句好話 他現在是吃張山證的頭顱 所以這個東西 法官論人是沒有 檢察官說誰說沒有 哎呀 鄭文燦在桃園深耕八年 對不對 你看光籌錢 外面朋友就送來了 對不對 何況 這個要求這個 桃園市政府的這些 純公務員去作證 他可能有被提拔之恩 他可能跟鄭文燦有關係 或者鄭文燦可以找個人打招呼 對不對 這空間是在的啊 那這裡面就是 法官說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啊 所以 勾竄證人這一部分是 很大很大的爭議啊 很大 那因為所謂共犯 這個債壓 那當然不是證人的問題 那已經不是證人 是共犯不是證人 然後你說這個 否認犯有洗錢罪 這個案子是貪污罪啊 不是洗錢罪的問題啊 到底有沒有貪污 那五百萬算不算貪污 這裡面真的有很大的爭執 如果今天我跟你講 鄭文燦不是民進黨 鄭文燦如果是郭聲亮 已經被押起來了 真的是這樣 我同不同意 同意 對嘛 對不對 因為 可是我不會有這種事 當然你沒有當桃園市長 你如果當玉尼市長 你也沒機會好不好 那樣很肥的地方才有 我不會讓人家到我的官邸 所以我們只能這樣講 法官自由新增的空間在這裡 本來就 法律就給法官很大的新增的空間 其他地方比較少 這個地方就很大 所以他是這麼說 還可以打點檢方 那你檢方怎麼辦呢 對不對 再說的確這個案子 爭議其實也蠻大 真的爭議還蠻大 他說 檢方說指控說 他這個 幫人家弄變更這個土地 讓人家獲利五十幾億 哎呀 我沒有看過民進黨行情 我這麼低的 讓人家獲利五十幾億 才送五百萬 對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我無法接受 無法接受 不符合比例原則 對不符合比例原則 民進黨的胃口 沒這麼小好不好 是不是第一個 鄭文燦真的沒拿大條的 第二個 他拿大條的 你沒有查到 那這個就是問題啊 所以 這裡面很怪 再來說 你那個變更合不合法 又是合法 就是那個土地變更 並沒有 你內政部都核准了嘛 並沒有不法 所以這裡面的糾結 就很複雜 當然有人在講說 地檢署其實為了跟上面的交代 搞一個不太容易成案的案子 來打 還有其他還有更大的案子 這個 晚會也聽過 一直聽點頭 對 我有打 你有打的案子對不對 其他更容易辦的案子 現在都冰凍狀態啊 反而這個很容易被法官挑毛病 很容易這個被鄭文燦 這個反駁 還有我們社會大眾也覺得 講說他辦這案子 會不會太怪了一點 所以有這種疑慮的案子 更有法官的空間 不只是這個不收押 還可以不收手 對不對 對 那留下以後判無罪的空間嘛 所以那亮哥 那這樣子賴清德 他到底是要辦不辦 要押不押 這樣看起來 還是他想押 也押不了 我說押人喔 押不了 他對台灣的掌握能力會不會質疑喔 那也會有後遺症啊 比如說這個黨內啦 也包括黨外啦 事實上最近也有另外的案子會發生啊 也不是只有鄭文燦這個案子 因為7月24 高宏安的案子要一審宣判嘛 然後7月25號 顏匡恆的案子要一審宣判 那當然也包括 我們晚會的黨主席會不會被起訴啦 就有一大堆案子 那9月還有林志廟的案子 那接下來他可能砍向藍白啦 對 可是如果說第一個案子就沒過關喔 那他在黨內 他黨內的那個絕對權威會不會質疑啦 我認為他是希望能夠羈押啦 因為你去看第一次交保他那個表情 或者是第一次 雞阿亭還沒有開他幹嘛出來講話 對 他事實上沒有必要講話 他只要說尊重司法就好啦 對 那誤網誤重 那個總統府跟黨中央都發了聲明 都用同樣的話 對他不用講話啦 結果他還要出來講 還要扯說 打炸樹灘掃黑三大任務 那後來加個不得不然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意圖 昭然若揭啦 那後來卓榮泰出來講跟那個 卓榮泰啊 卓榮泰這個人是很謹慎的人 他出來講 樹灘沒有上限 你講這幹嘛 對不對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是 民進黨的聯政會啊 突然之間 在家庭開會之前 開會 然後說如果被羈押 這個當作特案處理 停權三年 停權三年對不對 民進黨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 都是事後處理 沒有事前的啦 而且通常 頂多也只是說起訴 就停權 哪有人羈押就停權啊 越搞越近你知道嗎 本來是一審有罪才停權啊 現在變成起訴停權 那現在再往前 羈押就停權 這個針對性太明顯了 楊哥可是法院二度放人喔 我知道 所以這代表說現在司法 還是在蔡英文的手上 不是不能這樣講 表示 因為現在都是桃園地院嘛 那個交保庭都是桃園地院 那桃園地院 表示周文燦有相當的力量嘛 這個站在政治的角度 一定會做這種理解啦 所以接下來的招數就是 高院你給我判 你不要給我再退回 桃園 一定退回 這個就牽涉到他對高院的掌握能力啦 那如果你高院還是 不願意自己判 還是丟到桃園地院 對 那我講白了就是 你這個總統也不過兒二啊 因為高院從來沒有自己判的紀錄 對啊 第二陳述 是啦都是 都是重開啦 對啊 都是重開啦 因為卷宗在第一月 你這個話也不一定成立啦 那民進黨的連政會報也從來沒有這個時候再開會 因為 不是照開 不是因為這個高院不像民進黨的連政委員會那麼有彈性 連政委員會主席當然還是賴清德 對啊 這個基本上 然後他當然還會歸咎到很多力量啦 比如說 哎呀你這個行太招你們這檢查體系真是不夠力啊 怎麼這個檢怨鬥爭你鬥輸啊 鬥不下來 你鬥輸人家啊 那問題是 對總統來講他能夠發動的不是怨嘛 而是檢嘛 那你如果這個檢辦事能力那麼差對不對 那連政文戰都搞不定 怎麼可能搞得定那個九命怪貓柯文哲呢 對不對 我們家很好百分之百相信黃國昌講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要鬥柯文哲也是檢方啊 也不會是怨嘛 那你檢方如果處理這文戰 都有四個人 四個相關人被羈押了 而且四個被羈押的人講的口供是一致的 沒有錯這個在證據上不一定夠力啦 因為他現在完全是用口供來建立證據鏈 那坦白講也沒有誤證啊 那這文戰個人是否認對不對 你完全用四個被壓的人 來做這個口供的證據鏈 那人家邱莉莉在出庭的時候 十一個人全部方案 所以這個也不一定能定罪啊 因為口供是可以方案啊對不對 所以這裡會會讓那個立挺賴清德這一邊的人會覺得 哎呦好像不一定會成功耶 那你知道 鄭文燦在桃園地院有這麼多好朋友啊 那賴清德昨天的臉色更難看了吧 而且昨天那個桃園地院那個法官是另外一位 對換人了換法官了 不是原來那位 不是原來有關係的那位 而且昨天是辯論了四個小時 然後再次交保 加了700萬對不對 那第一個就剛好碰到政風市主任的女兒啊 對 你就知道他人脈之深啊 坦白講一個政治人物能夠佈局到司法體系啊 表示他真的夠認真耶 這不容易啊不容易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 所以民進黨的人都不願意講話 對很安靜喔 現在本來要立刻跳出來 像賴清德宣誓效忠的音系也覺得 這個再等一下 不然 我們幾分日的小英會說 你怎麼那麼沒種啊 一下就跳出來宣誓效忠 搞不好那幾個宣誓效忠的 就下一次查辦對象 哎呦 人羞炸千萬不要 現在大概 鄭明文一天到晚說 我都在養豬啦 養豬養豬 沒有過問人間事啦 那300萬都在養豬啦 還有300萬的問題 所以他都在養豬啦 不要問我啦 我都不知道啦 對啊 我現在只知道豬怎麼樣才養得好 沒有他兒子就宣誓效忠就好 對啊 就這樣 對 另外洪耀福也都不講話 不講話啊 很安靜耶 現在民進黨 對啊 段儀康更賤還不太愛講話嗎 對 都沒聲音了 對啊 我實際上這件事情的過程我非常清楚 因為陳菊一開始是中立的 那是北流去串中流說服了陳菊 那陳菊表態嘛 那這個力量大家都認為是鄭文燦 就是新潮流內部 2019年的時候 對 新潮流內部 就主要去串的就是鄭文燦 事實上我認為應該不是段儀康嘛 可是 因為他們北流中流當時決定支持小英嘛 所以他現在也不好講話 對不對 等於是藍流 後來藍霸田表態嘛 就整個垮掉了 就這樣 所以新潮流對賴清德來講應該是什麼 叛亂政權 當時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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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好 那我們看到呢 昨天這個高院裁定 地院裁定不羈押的原因之一呢 就是其中關於說這個鄭文燦的部分 他鄭文燦他已經卸任了桃園市長 一年半載了 超過一年半了吧 所以呢 他的影響力呢 說他還有影響力 這個可能還存有一億 所以大家這樣子的理由一出來 你知道輿論整個炸掉了 大家都還講說天啊 這是看過最佳的交易 他已經被交保理由了 好 那甚至呢 還有這個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 直接呢 就在這個發文 在臉書上發文 他就說 這個完全是 背離常理喔 那鄭特寫本專呢 直接就說 這個 這個法院自己都說 在貪污罪方面 依申請書所付卷內公訴 以及非公訴證據判斷 此部分被告犯罪嫌疑重大 好 那麼但 是聲請人認為被告有湮滅 偽造證據 以及勾竄證人之情勢 進而影響到公務員證人等情 但是被告現任市長 一直迄今超過一年半 是否還是在桃園市府有影響力 這個有疑義 鄭特寫就說 我真的笑死耶 一堆民進黨桃園市議員 三不五十到今年都還在歌功頌德 鄭文燦好棒棒 你跟我說沒影響力耶 而且他前陣子 還是行政院副院長耶 甚至多次到桃園來 你說沒影響力 這要確定耶 好 那聯合報呢 直接標題就給你下 懷疑老市長鄭文燦的影響力 法官是太天真還是裝天真 好 那這個王宏偉就說很簡單嘛 現在是願檢大豆法 檢方要押 院方不給押 桌放之間表面是大豆法 骨子裡完全是賴系陰系的角力 現在法務部長鄭明簽 眾所皆知是賴清德的親信 但院方可不是賴清德能完全控制的 司法院院長許宗立 可是蔡英文所提名 那麼賴清德要關鄭文燦嗎 還得要看蔡英文同不同意呢 不過說到影響力真的啊 這個鄭文燦燦哥的影響力很大 至少在法院的部分很有影響力 完會委員 我想從禮拜六事發到現在 應該說禮拜五晚上 我們的燦哥在這個機場被帶走 那禮拜六在他生日的時候發生這樣的事情 到今天已經討論了有四天的時間 四五天的時間 我想這個賴清德絕對不是想只給他下下馬威嘛 那就像剛剛這個主持人講的 這段時間大家也非常清楚知道 這個案子呢開始動起來 七年前不動現在開始動 當然是蔡英文跟賴清德的延長賽嘛 那這段時間大家討論到都說 大家盡量這個民進黨的部分都非常的安靜 那我們先從案件本身來看好了 我今天早上也特別去看了一下黃國昌的這個質詢 他在司法委員會去質詢我們這個新的這個法務部長 他把當時的這個案件的整個時間序 有做了一張整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去看一下國昌相關的一個質詢 那我想這個案子呢 現在查是說從2017年9月份開始 那是從他收會的那一天開始 那但是呢我再幫大家回溯一下 其實在兩年前2017的兩年前2015年5月份開始 鄭文燦呢就已經為了這個華亞的這個重劃區 這個管委會主持過相關的協調會 那我仔細的看一下國昌整個的一個流程寫到最後 他最後寫2018年8月份鄭文燦把這個會緩返回去 可是這個過程呢跟我在當時追友台的那個 普新農場的案子 普新牧場的案子變成隱城的案子 有非常大 我一直覺得有種似曾相似的感覺 就是都是中央有人 就在內政部啦或者是這次他這個案子 還到這個行政院總統府 都有人協助交代然後就把事情辦了 所以呢 鄭文燦大家都知道他本來就是 政上關係非常的好嘛 所以這段時間以來我覺得 如果這個案子他有錢有拿了 然後又把它還回去了 這個案子呢 檢方呢一直抗告然後如果假設 剛剛前面兩位來賓都有講到 如果他就是這樣來回來回 最近最多的案子是5次嘛 那我覺得賴清德他不會只是為了讓他 讓他難看而已啊 那個難看難道不用辦下去嗎 對啊 所以我就說那天其實事發當天媒體打給我 在問我的時候那時候還沒有知道 還不知道是華亞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就有說嘛 我就要問他說是哪一個案子 因為他案子太多了 太多了 那如果這個案子是有具體 有拍到有拿錢 然後又把錢就返還回去 那還有其他案子啊 那你如果真的是要訴貪啊 賴清德總統 我覺得這件事情 絕對不可以讓他不了了之嘛 就像剛剛梁哥講 他那個聯政會 這麼早就出來表態 這也不尋常 大家也知道 民進黨的聯政會是主席的人 主席就是搭配主席運作的 所以他這麼早就出來表態 而且這個 要把他撤銷黨籍的那個做法 跟之前又不太相同 對不對 所以都已經有做了這樣的一個宣誓 那不管這個鄭文燦 在我們桃園市政府 還沒有相關的這個手啊 或者是在這個地院這邊有沒有相關的手 我覺得賴清德 如果你真的要表達你對這個訴貪的 這樣子的一個決心啊 這件事情當然是不能不了 我覺得絕對是不可以不了了之的啦 所以說即便搞來來回回五次之多 五次以上再難堪 這個賴清德都要贏是不是 不是贏 就是我們要就事論事啊 勿往勿縱嘛 這個案子辦不了 你覺得他這個已經沒有這個逃亡之餘啦 他才剛從日本回來 或者是說他已經卸任了快要兩 一年半的時間 這個關係 這其實是很瞎的理由啦 那沒關係這件案子你辦不了 那其他案子啊 對不對 在桃園境內 不管我之前講 或者這幾天林涛講的 這些案子都給你提供很好的一個 這個你可以開始起案開始查 對不對 或者是今天法務部長講了嘛 當時的這一些相關的議文 為什麼會外洩 你現在要分案調查 那你就好好查 要是要對大家有個交代啦 我們看到 因為大家就覺得 除了民進黨的連政會喔 在第一次 在開羈押亭之前 就已經表態之外 賴清德更早就表態了好不好 賴清德當天呢 去台南參加活動 而且他只接受了 當時在場就是民視的記者 他只給民視獨家 賴清德當時講了這段話 不分黨派不問何人 只要涉及非法 檢調都應該查辦 誤網誤眾 打炸掃黑速灘 是目前政府重要的工作 目的是要維護國家 生存發展社會的安定 以及回應人民深刻的期待 不得不然 那資深媒體人善後知呢 他從這段話裡面 看出了一些貓膩 他說這話就是告訴大家 這就是我做的 查鄭文燦 而且他認為鄭文燦是國家公敵 因為主要是這兩句話啦 賴清德說 打炸掃黑速灘 是目前政府重要工作 目的是要維護國家生存發展 社會安定 那麼顯然是在 指鄭文燦呢 是在破壞國家生存發展 以及社會安定 所以呢這個是不是已經是很顯而易見了 那只是事件發展到現在看起來 我請教這個蔡委員 這是打攤 這不是打攤吧 這個是在鬥爭吧 如果純粹從字面來看 賴清德講的話 四平八文 放諸四海接準 什麼場合都用得上 對 而且冠冕堂皇 對 麻煩就是 他現在適用的對象 不是別人 就是鄭文燦 那鄭文燦跟他 又有四阿哥跟八阿哥的情節 現在每一個人都聯想到清工劇 那不可否認 我們台灣真的拍不出 大陸那麼好看的清工劇 可是我們就演給他看 演得更好 實況演出 對不對 現在街頭相義 誰在跟你講那個什麼 不分黨派 不分和人 對不對 他講的都是清工劇 這個 有人還叫他清德宗 對不對 這種揭韓相義 就表示 人民的認知是這樣子的 你有沒有拿出鄭文燦 鐵鎮鎮的證據 這個證據我剛才講過 你說鐵鎮鎮好像沒到那種程度 就是法官在打臉的檢方嘛 你說你在摸手證據 只差沒有講說你捏造證據嘛 所以這個案子在桃園地院 怎麼辦得下去啊 兩個法官都這麼認知喔 我跑出第三個法官 完全不同的認知 這個機率可能稍微低一點 可能稍微低一點 那除了你這個清德宗 有這個韜天神力 這個 要這個桃園法院 做出更嚴重的裁定 可是那個法官壓力很大 他要把前面兩個法官的理由 都推翻啊 前面兩個理由 法官理由說你證據不足嘛 證據薄弱嘛 你這個證據有點像呼嚨來的嘛 已經講得夠白 當然我們對法官裁定的理由不滿 可是法官看到證據 是這個樣子啊 這兩碼就是喔 法官看到的證據覺得證據很薄弱 我們看到的是說法官寫的理由很瞎 這個是 對 法院的貢心率是個很大的挑戰啊 那現在有人敢講說 檢察官的證據是很紮實很鞏固嗎 也沒有人敢喔 也沒有人敢喔 所以 哎呀 這很頭痛啊 然後他現在講這個話 意思就是公開對法院喊話 人家會這樣解讀嘛 因為有個以前2019年的四阿哥八哥 那個鄭亮兄比我還清楚 2019年的民進黨內那些 那些我們看了都傻眼的一些劇情啊 那什麼新潮流 這個反對自己新潮流的黃太子 接班人 就沒有被鬥死 注意到喔 有一段時間大家認為接班人是鄭文燦喔 但是這個蔡英文要提拔他 那沒想當主席啊 當行政院長啊 結果 哎呀鄭文燦死運不計 哪知道他去弄林志堅 就林志堅弄來一個假論文 就波及到因為他也是假論文 林志堅也是蔡英文弄的 真的喔對對對 硬塞的 所以蔡英文毀滅自己了 鄭文燦本來要支持鄭雲鵬 對喔 對喔 所以 這個一連串來講 只能說他時運不計啊 他沒那個命啊 可是現在已經又變成階下囚啊 八哥啊 所以 我們只能寄予同情嘛 所以我們要學這個民進黨的人 每個人閉嘴 很慘耶很慘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 游盈隆 游老師喔 今天上午的時候發了臉書 長文 好啊 裡面提到 這起重大綠營權貴 涉入貪腐事件 讓蔡政府宣稱 從無執政團隊高官社灘說 一夕破功 而鄭文燦案是否只是前朝 可能貪腐冰山的一角呢 另外他提到 鄭文燦是蔡英文執政團隊的要角 甚受蔡總統寵信 一度被拱成接班博爾人選 涉灘事件發生 當然重創民進黨的清廉形象 也嚴重腐蝕民眾 對民進黨政府的信任感 從這個角度來看 賴清德總統是受害者 怎麼會是加害者呢 另外呢 游老師還提到 他說民進黨 聯政會前天晚間開會 做出了一個 不痛不癢的處置 他說如果被羈押禁見 就停權三年 如果一審有罪 就再研究 可能除名 這個完全是當一般的案件在處理 完全不接地氣 不斷不敢打老虎 甚至摸一下都不敢 他說鄭文燦案 此時此刻發生 是信也是不信 信是因為地檢署檢察官 膽敢舉發當朝高官 顯示司法維護正義的功能有存 但不信的是 新總統剛上任不到兩個月 國內政局動盪 已經難以收拾 這個時候再報一個 新任命的海基會董事長 涉灘事件 雪上加霜 也讓人對賴總統的知人之名 打了一個大問號 最後有老師說 鄭文燦案絕對是核彈級的威力 未來有漫長的司法程序要走 他對民進黨殺傷力有多大 對台灣政治文化造成多大負面影響 恐怕都難以估計 他說鄭文燦案絕對是核彈級威力 他說他上一次講核彈級的威力 就是林志堅的論文案 亮哥 顯然他對於這個 怎麼目前辦不下來這個部分 還有民進黨的廉政會 他說這個根本是不痛不癢 甚至連摸一下都不敢 他對這件事情的 賴英之間的政治鬥爭 太輕描淡寫了 賴清的哪裡有要用鄭文燦 他要用無風山 鄭文燦是蔡英文要塞的 對 所以海基會為什麼是六月初任命 因為賴清德就要宣布 就是無風山了 是蔡英文印插隊的 坦白講我最近也聽到另外一種傳聞 這個是王上志講 他說鄭文燦就是他有一定的分量 而且他就是政治嗅覺很靈敏 他這個人哪有那麼容易認輸 所以他接了海基會董事長之後 就開始請拜訪 台商啊 還有宗教界的重要的傳統宮廟的領袖啊 他一度在想嘛 說兩岸現在什麼都沒有辦法突破 那是不是透過宗教交流來處理 至少這比較自然嘛 結果你有沒有發現沈婆陽啊 梁文傑啊 就突然出來講一些有的沒的 什麼宗教統戰啊 還有馬祖廟被滲透 是啊 抹紅 關公啊 什麼寶生大帝啊 神龍大帝啊 全部都被他列進去了 合理啊 馬祖中國人 關公中國人 我跟你講啊 台灣的廟跟中國沒有關係 最近大概只有萬運工啊 萬運工跟土地工 土地工 其他都跟中國有關 土地工也是從中國來 是啊 可是他是本土嘛 本土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連這個也防耶 所以你讓鄭文戰走一走看看 弄出一個兩岸的 務實可行的路線 讓他試試吧 他想到的都不是這個 他想到了說 他會不會從這裡又竄出一股勢力啊 你就知道那個防新有過重 你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我的意思說 你如果沒有從這個角度去理解 你是抓不到這個事情的 真正的意涵啊 比如說 我也可以聽到我們 黨內另外一個大佬啊 有說這個剛好讓司法來凸顯 他的公正辦案 你這個把這個事情想得太簡單了吧 現在好像反而司法都被罵了 檢院兩分都被罵了 現在就變成是 這個檢院喔 背後是不是都有一定的力量 在往前推啦 所以 坦白講我們看這個事情的原委 我們就會理解為 桃園地院 跟鄭文燦比較熟嘛 然後檢方跟賴清德比較熟嘛 就是這樣啊 那兩邊在角力嘛 結果堆堆堆 把那個交保金越跌越高 那在搞什麼啊 搞不好下午出來變成兩千 然後又二十分鐘內八百萬送到 你這個 這個不是把鄭文燦給臨遲了嗎 事實上昨天我就在看 每個地方的網友的留言啊 就有一個人這樣寫 說這個交保這樣推來推去啊 因為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 抗告的次數 可是這檢方後面有 長官的壓力啊 所以可能搞不好會一直進行 對 他要一直push這樣子 那一直push 那個錢越對越高 對 會拍看 實在是難看死 那檢院兩邊都代表 政治實力的一個指標 這個LINE這邊也輸不得啊 對啊 形態招認真一點 賴清德肯定會給他一點壓力 說你們檢方在幹什麼 連這樣子案子都不能受壓 這種壓力一定會來的嘛 這個話可能不是賴清德講啦 左龍泰就會去講啦 左龍泰已經這樣講了 樹灘沒有上線 他已經講到這裡了耶 結果你一直沒有辦法壓人 這個人家會怎麼看 從政治的角度看 民進黨內的人就會覺得說 我們阿燦還是相當有力量 我們英系還是相當有力量 民進黨人一定會這樣理解啊 所以接下來要求效忠表態 就不會立刻大家都跪倒地上啊 紛紛開始背誦賴語錄啊 不容易啦 小英治國佳言錄也要拿出來看看 就變成這樣啦 政治就是這樣嘛 那國民黨的人就 原來民進黨就在亂 那我跟你講有志的人 比如說陳廷飛我隨便舉例啦 陳廷飛在這裡就會覺得說 我不能認輸啊 我有機會啊 如果連這種事態都沒被搞死 那我沒事我怎麼不能拼一下 他最好想清楚 台南跟桃園不一樣 好讚喔 你不要這樣 還有兩連啊 還有兩連啊 最好想清楚 因為他現在民調領先林俊憲嘛 對 我的意思是說各種有志的力量 然後不是賴清德這個系統的啦 就會開始覺得說搞不好有機會 就是鄭文燦這個是有 立即的擴散效應的啦 如果他一直沒有辦法被激壓 那接下來陳廷飛就會想說 我在台南的影響力 跟鄭文燦在桃園也差不多啊 那我現在民調已經林俊憲啊 我為什麼要讓 對不對 那如果是那個鄭文燦真的被激壓 陳廷飛人家就會去跟他講了嘛 所以你每天有沒有洗手啊 有沒有洗腳啊 有沒有洗頭啊 這種話就會開始出現 那種你聽起來好像就是 沒有意沒有意啦 可是事實上都是警告這樣 那你就不知道後面會發生多少事啊 因為台南太複雜了 搞不好每個人都有灰色地帶 那上次翻口供11個人 邱莉莉也是150萬交保 結果翻口供11個人都無罪 對 那你去想一想嘛 鄭文燦如果沒有被交保 那肯定最後決定要不要起訴 就是決戰嘛 不是嗎 對 檢方決定要不要起訴嘛 那他這邊一定要想辦法 讓那些人翻供啊 當然是這樣啊 那個對賴清德來講 在這個案子上 他對鄭文燦警告 或是削弱他的能量和實力 其實還是不夠的是嗎 因為這某種程度 在此時此刻 其實等於鄭文燦 已經是被政治判死了 所以在這個司法上 絕對會對他下重手 沒有 政治沒有判死 沒有判死嗎 不然怎麼沒交保 他這接下來這幾年 他政治前途還有嗎 最起碼會被拖累個幾年有吧 卡在這個案子 我同意啦 可是 你如果沒有羈押成功對不對 羈押成功起訴幾乎是百分之百啦 那沒有羈押 會不會到起訴 這個就打了一個小問號 因為你唯一的市政是口供耶 我跟你講那個邱莉莉那個議長會選案 也是同一個情況啊 因為沒有查到金流嘛 那全部都是根據口供堆疊證據鏈 所以後來口供全部改口啊 連11個人這麼複雜的 都可以搞到口供全部翻掉 後來判不出來啊 那桃園這個要改口供的只有四個人啊 相對容易程度啊 而且後面搞不好就忙到別的事情去了 然後發現黨內團結也很重要啊 因為後面就要去惹民眾黨啊 對不對 那那個黃國昌柯文哲力量 一上來 忙著跟民眾黨鬥爭 那這個民進黨還是團結吧 團結吧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什麼變數都會出來 政治這種東西沒有一定答案的 因為我第一時間看到這個案 我也覺得一定壓的 就沒壓 對 昨天在我們來賓在講的時候 都說壓壓壓壓 結果五分鐘後說交保 我也跟吳子佳在 拿三個來賓 拿三個來賓自己招來 我跟吳子佳也在我們群組裡面 沒有 我們兩個也說這一定壓 沒有 就沒壓 吳董比較那個 他說五成好不好 那五成不是等於說了沒說嗎 對喔 沒有啦 第一次五百萬他說一定壓 一定壓 因為五百萬放了 他就開始包收視 見鋒轉落 不然 他這個態度跟英系不是一樣 對 英系也會說 好像不理由事 會怪的喔 對啊 就不能這樣 那亮哥我先進網告之前我問你 就是明天的童子軍大會那個 對那 鄭文燦 他如果沒有 他會不會去 會不同時間 一定會錯開 就是他要去也是錯開 錯錯開啦 不會見到面 不會同框 不會合體 你也和我一樣 愛吃米食 麵食 甜點 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白勝豆萃取物 口含定 餐前三十分鐘 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我往往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勝豆萃取物 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煉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勝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 與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 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